另外就是云端的部分的话 我的画面也已经先会暂时放上 所以后面 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是第六次上课 所以还要两次上课 那当然 其实要把那个 我准备的范例通通讲解完毕 基本上不是很容易 所以变成说请各位回去 有时间的话可以先做过 因为范例都在里面 然后呢我会做的 逐步大概就是后面会有这几个范例 看能够讲到哪一个就算哪一个 那 另外我们还有下一个阶段的课程 下一个阶段的课程的话 等于是这个课程的延伸 那除了说有那个 储存格的观念 跟范围的观念之外 会加比较多是工作表 甚至是工作部的观念 也就是说你不只是在单一个的工作 跟这个工作表上面可以做自动化 你也可以再做多个工作表 比如说你有很多工作表 你也可以快速的去做一些自动化的动作 那当然工作表里面 它的单位一定是储存格 也是一个范围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面的话呢 做出很多的自动化流 那实际上 好处基本上就是说 早期你们在做函数的设定之后 它只有一个动作 你做完就只有一个动作 但是如果说你有连续性的动作的话 还是必须借由什么呢 比如说你录制聚集 加上VBA 就可以帮助你怎么样呢 可以做一个按钮 按下去的话 可以帮你完成 你要做完成的事情 就是说基本上当然这个部分 我们会按部就班 让各位由浅入深 慢慢慢慢你也比较可以知道说 怎么样去达到自动化的目的 基本上当然我们的目标就是提高工作效率 所以如果你上完这八次课 基本上坦白想应该要有一点感觉啦 如果你有在工作上面 然后呢你要想说 我们教的这东西怎么样跟你工作做 做一个 可以做一个活的延伸 那这部分的话 你慢慢就会比较有感觉 然后之后的范例也可以慢慢的 跟你工作上面 做一个搭配 那我们上个礼拜主要就是讲了 比如说九九成八表 这个观念主要是 栏位的锁定的部分 另外还有就是说 我们有做了 最后是录制聚集 那录制聚集 特别注意就是说 基本的观念 我讲过就是 你录制聚集之前 最好你先彩排过 因为你如果没有彩排的话 你很容易录下一些 不应该录下的东西啦 或者是说你录了前后的颠倒 那你要再去修改程式 有的时候比较麻烦 那第一个是 你要先知道说 你到底要录什么 所以建议各位可以怎么样呢 把步骤做一个条列式 比如说第一个动作是选取B4 游标先放在B4以外的存在歌 点一下 它录下来就会是什么呢 这一行程式 那这一行程式 基本上你也可以慢慢的习惯 你会发现 你录制的聚集越多的话 你就比较知道说 原来它的规则在哪里 慢慢慢慢你可以 再由它的基本规则 变化出你要的结果出来 那再来的话呢 除了可以录制聚集之外 也可以跟这个VBA做一个结合 结合之后的话 你可以把你录制的一部分 一部分的程式呢 也可以放在程式里面 那可以达到你要的自动化目的 那另外 这个VBA里面 我们现在讲最多就是回圈啦 回圈其实主要就是帮助各位想要 做一些重复性的动作 OK 所以基本上你也可以把聚集录下来之后怎么样 放在这一个回圈里面 让回圈自己帮你做完一些事情 OK 那基本上上一礼拜我们讲就是 这五个动作 你把它做完毕 录下来大概就这些啦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录制完之后你会发现 聚集它就是一个sub sub的话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副程式 那这个副程式的话是循序做完毕 它是从第一行 那如果遇到什么呢 遇到前面有单引号的话 就不止写 这个就是所谓的注写 也就是说这个注写是写给自己看的 当然你不写也可以 不过呢 我觉得你今天还是要把它写 而且怎么样写的规则 不见得都要照我的方式照抄 你可以写你习惯的方式 因为这个注写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除非说你们这个程式是一个team 大家一起看 一起完成的话 那你这个team的话 就必须要制定一个规则 比如说要怎么样注写 注写的方式要怎么样 其实那个team必须有个team的路 OK 所以以前我们开发程式也是一个team 那team的话就会有team的路 厚厚的一本书 比如说你要怎么去撰写程式 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team必须是大家都看得懂 所以这个 当然如果你一个人的话 你就是写给自己看的 看得懂为原则 另外的话 清除也是一样 清除大概就录下来就这几样 当然清除也有更简单的方式 我想你回去可以看 回头可以看一下 我前面有讲过吗 你可以用什么 最简单的方式就range 然后呢 哪一个范围到哪一个范围 哪一个到哪一个 后面点什么呢 点clear就可以了 那个范围的资料就清除了 或者是说你用录制也OK 另外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不要用什么聚集的录制方式 而是要用这个我们第二个部分 就是说我们再另外再切到一个新的这个工作表 那上礼拜有同学有写面又来问说 老师打开来范例档里面只有一个工作表 那其他的怎么产生的 其他的就是自己产生的 或者你自己把它复制过来再去产生的 所以我的范例档里面只有一个 就是基本上好像我记得打开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你可以把旧的资料删掉 自己再复制练习 OK 那这个再来就是说你可以把聚齐这边右键 再复制一个 那这个复制之后的话 你可以在旁边再增加一个叫定存瓜虎VBA 那我们的完成大概是这样的 也是一样 你按下确定之后 你可以怎么样的让使用者输入 输入一个金额之后 把这个金额填到哪里呢 填到Range B1的地方 比如说我输入 假设存款金额 换一个金额好了 OK 大概类似像这样的一个金额 按确定之后 它会帮我填到这边来 然后填到这边来的话呢 因为这个地方不是录制的 所以各位要思考说 那你要怎么样 可以让VBA的程式自动帮你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跑完 那这个范围跑完的话 前面我们有讲过了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公式来看 就是一个回圈 那回圈基本上的话呢 它一定是有列 列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for I 等于多少 等于四到往下的话 看到多少 哪一列 对不对 四到底下的哪一列 我看一下 我们基本上这边也有 四到五十九列 对不对 然后另外的话呢 我希望可以怎么样 把这一列先跑完的话 那我该怎么 该怎么去完成呢 基本上的话我就必须把结果要填上去的话呢 基本上第一列是再次 要输出到这里 对不对 所以要怎么样表示 那我前面有讲过 回圈可以配合Sales 那Sales的话呢 比如Sales I 哪一列呢 第四列 然后哪一栏的话 是B栏 那要输入什么东西呢 后面有等号 等号之后的话 你给它一个公式 它就会把结果放进来了 那一样的方式就是说呢 我们有列的回圈之外 那当然可以往下完成 可是只有一列 B栏完成 但是今天我如果希望呢 C栏 一直到最21栏的 B栏的话到21栏 那我要怎么样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外回圈 加上一个内回圈 那就可以把这个整个范围完成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呢 把它按一个确定之后的话 这地方按确定 它就可以很快速的帮我把它完成了 它清除也是一样 基本上就是可以把这个范围的资料清除掉 那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把这个地方先 从上个礼拜的这个聚集部分 再复制一个 叫定存VBA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 逐步来了解 基本上也是跟 关键上跟之前的类似 那我们只是说呢 在这里的话 加上一个VBA的部分 但是基本上就是说 你可以把一个公式 我讲过了 其实一个公式 你可以把它重复让它执行 那执行的范围就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 变成在第B栏的第四列 一直到第59列 对不对 所以范围已经确定出来 4到59 那另外的话 公式在这里 公式 那特别注意 如果说公式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这个范围是固定的话 我习惯会用Range B1 因为它就是一个固定的范围 那你就不会动了 但是如果说这个范围是会改变的 比如说它哪一个值会改变 4 有没有 到59 后面这个数字会改变的话 有没有 这个字A4一直下面就A5 一直往下 如果这个会变的话 通常我会用那个Sales 所以 很多同学看到我那个 程式码 习惯老师 有些地方你怎么用Range 有些用Sales 那基本上我的习惯是这样 如果不会变的用Range 会变的 会必须跟那个FOR迴圈搭配的话 那我就用Sales 这个是习惯问题 那你想说老师那是不是可以Range 可不可以把它变成加个变数 也是可以 可是会很麻烦 你变成你要怎么把一个字串切开来 然后再串接一个变数 哇那这样太麻烦 你倒不如用Sales 简单太多了 OK 那另外后面这个B会不会改变呢 基本上 如果列回圈的话不会 可是蓝回圈的话 它变成B 要变成C D 以此类推 有没有 所以将来呢 如果列回圈的话 这个要改 然后后面的话蓝回圈 这个要改 那最后把它结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完整的VBA程式 那将来因为 这个你们遇到的四串表 基本上不就是蓝跟列的观念吗 那就是会形成一个大的四串表 那如果说你这个四串表里面 希望让它跑的话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很多书里面用物件的观念来做 也是OK 可是我觉得 用回圈的观念 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理解 而且比较好应用 而且很简单 你看我用来用去 我都是用这些回圈 其实基本上 对于一般同学 如果你不是城市背景出身的话 基本上这样已经很够用了 如果你想要学更多 回圈的方式还有很多种 物件的观念还有很多种 你可以慢慢再去踹 基本上你至少可以做出来 为原则 不然的话坊间那种书籍 太多了 你自己看 我自己看都觉得 很 有点难度了 更何况同学们 你自己看 真的还不是太容易 所以倒不如怎样 你就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至少你可以先达到一个目的 之后如果你想要让它更好的话 你再去花时间专业 OK 所以这里 当然要花很多时间 因为我自己 主要是因为我的兴趣 其实写城市还蛮有趣的 因为就是难题 你必须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以前我光写城市 在年轻的时候 甚至可以整夜不睡觉 就在想这个城市怎么写 怎么写最好 后来我慢慢慢慢 有点年纪就发现 其实年纪轻的时候 会想说怎么样写 会写得快一点 越快越快 就是追求那个速度 慢慢的话 到一个年纪发现说 其实重要还是写出来比较重要 然后好维护 不要忘记 好记 简单 为什么 因为记忆力还是容易衰退 慢慢 尽量不要记太多 在脑袋里面 其实我会发现 人会累是因为 你记太多东西 在你的脑袋里面 你强记 如果那些东西 你理解了 那你就不会累了 为什么 因为理解了 很多东西就变得很简单 很easy 好像呼吸 空气一样那么简单 如果说你强记的 因为很多城市 为什么你会觉得 哇老师好难 因为那些你根本不懂 你硬塞到脑袋里面 那如果你理解之后 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而已 那只是说 你要怎么样 把这些东西 套在你的工作上面 你理解之后 那之后的话 你不要说 你又不花时间 再去运用了 那所以有的时候 为什么我可以尽量 这个用的 我觉得是基本上用的还蛮 基本上我很多工作 就是这样用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理解了 而且我知道怎么用 OK 那基本上我跟各位讲的 不会太多理论 因为这些东西 都是我工作上会用到的 我都会用 我用城市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也真的有提高 很高的效率 所以我们会有这门课 其实主要原因也是这样 OK 那这个观念我要怎么样呢 把它套在每一个 储存格的话 我们先讲一下 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列 列的回圈的话 基本上你就会写了 之前讲了 4i等于4到59 对不对 再来的话公式就是说 我要放在哪一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名称的话 基本上我要放在哪一个储存格 因为它会变动会往下 所以前面应该就用sales来放 所以基本上我们以刚刚的那个理解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这边有一个完成的 先给各位看一下 前面的话一样 用一个input bus 它会跳出来 然后输出到b1 这没问题 再来的话 4i等于4到59 那公式的话 我讲过了 如果你前面会变 因为我会在b栏一直往下 有没有 一直往下跑 然后呢 公式的话 就是什么呢 b1 因为锁定的话是固定 就是b1 对不对 乘上什么呢 1加上 就是我们前面的利率 在百分比几年嘛 那b1 b3的话是第一年 所以基本上这样就写完 我们要的一个公式之后的话 我们来跑跑看 基本上你写完之后 接下来 你不要急着 就是要执行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你写完这一段程式之后 对 这个程式之后的话 我建议各位 将来写完程式之后 不要急着直接就把它执行了 我先把这个先 让这个部分的范围资料 先清空好了 先把它 清清楚 那我 你将来如果写完程式之后 我建议各位慢慢可以什么 养成习惯 就是说你在增错的时候 利用足航 足航就F8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慢慢知道 那尽量呢 另外配合一个就是 第一个F8 足航 当然如果你已经OK了 跑得差不多 你再按F5 或者按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就是F5 让它全部执行 那另外就是说 把这个V就被这个环境 把它缩小一下 调整大概在这里 那为什么 因为我要看一下 它的动作 是不是符合我要的结果 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再去修改 你就看一下错在哪里 所以这基本上 我们来看一下F8 你按下F8之后 它就会跳第一行 有没有 黄色的 第二行再继续跑 OK 那执行到这一行 过了之后 它就跳出来 那我就输入一个金额 比如说输入一个金额 OK 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这个词有没有 你会发现 如果你这一行已经跑完了 它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有结果出来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结果就出来了 那你就很清楚 原来我刚输入70万 那就输入到这里 再来的话呢 For I等于4到59 那当然执行For I I这一行按F8 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 I的值先会从4开始 OK 那往下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输出的话 有没有 这个值 马上就跳出到这边来 所以你可以在NAS 再往下 你会发现呢 你就一直往下按 有没有 它就会逐航逐航跑给你看 那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有的时候呢 帮助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比较可以 逐航出航去思索 到底有没有错误 OK 另外如果说你希望 去看 某一个变数里面的值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有没有放上去 它也会告诉你 现在里面的值是多少 有没有放在某一个储存格 也会出现 基本上可以利用 这样的方式来出错 那跑完之后 OK之后 你就直接执行 这一列 跟这样 这一栏 B栏的部分就跑完了 所以基本上 B栏的4到59列 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把公式带过去 那第一阶段就完成了 可是第二阶段就是说 除了B栏之外 我还要到什么 B栏一直到 到这个 哪一栏呢 到U栏 对不对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除了栏回圈之外 我还要有个列回 我要列回圈完了之后 我还有个栏回圈 那栏回圈部分的话 基本上因为程式比较长一些 所以我预先把它写好了 那在这里 我习惯这样 把它注解起来 注解的话 就不会执行 那把这个先把它注解掉 我前面讲过 有没有 使程式变成注解 那换这个好了 OK 第二阶段的话 那把它使注解还原成程式 OK 那第二阶段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列完了之后 有没有 再来就是蓝 那蓝的话 我用J等于1到20 1到20 对不对 那基本上 1到20指的就是说 第一年 第这个 一直到20 那刚好这个数字也是年 刚好也是1到20 所以呢 我们可以直接就是 把这个范围跑出来 上面是列 这个列回圈 再来蓝回圈 那再来的话 就是把这两个公式 加在一起 那怎么加在一起 特别是要输出到哪里的范围 第一个就是说 我要输出的范围是 第一 ID是4 第一个是4 那第二个的话 J加1 那基本上后面这个 这个Sales后面 你除了可以用什么 用前面我们用什么 类似像上面这个 有没有 或者像是这个 可以用一个字串 蓝的名称 或者是用数字也可以 比如说你B的话 实际上就是2 你可以放个2就可以 所以J1 它第一次从1开始 1加1的话就是2 所以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加1呢 因为我们先 我们是从第二蓝开始 所以输出的话 就是这个储存格 那它的公式在这里 基本上前面都一样 差别改了这里而已 有没有 这地方 我刚刚讲过了 基本上 因为我们这个蓝的部分会变更 所以蓝的部分 我是B3 那一定是第三列 3的部分一定是不会变 这个观念跟那个锁定很像 三列 因为我们的年一定是在第三列 不会变 但是呢 我们的后面这个 后面的这个蓝会不会变 会对不对 所以是从 第一个是B蓝 所以J从1开始 1加1就是2 那如果这个J的值 因为回圈会一直地震 所以它变成2的时候 那变成C蓝 一直累推 也就是说它基本上 跑完之后的话 基本上它会往这个方向跑 往这个方向跑 往这个方向跑 所以基本上 跑完 怎么样 四列完之后 再换下一列 再换下一列 如果说你不清楚的话 可以用一个方式 我先把这边先把它清除掉 那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前的话 我们先直接 我刚刚讲过 我们可以按F8了 来组行的跑 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金额 按一个确定 它IJ输出 它会先输出到这一个 然后呢 因为基本上 我们追在里面 所以基本上 它会把什么呢 蓝的部分先跑完 所以它基本上 会往这个方向跑 一直跑 那如果说你确定 没有问题 出来的结果 没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执行 这个时候呢 它就全部都通通跑完了 OK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主要就是说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的话 你可以先跑一列就好了 一列没有问题的话 你再加上蓝 那就全部完成 所以基本上 以后你们遇到的四串表 反正就是一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的话 可以配合这样子 把你原来的公式套上去 OK 画面还给各位 试试看 那这个公式的话 也在云端画面上面也有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